好啦 大家好 我是阿周 今天是10月13號 那昨天晚上到這邊5點多 快6點了 弄一弄之後 去印之後 弄一弄就趕快去吃飯 它的五樓是海鮮 那基本上呢 這間酒店給我的感覺 吃完回來洗個澡 之後感覺第一點 空調不是很涼 蠻熱的 你看我現在滿頭大汗 來 給我 浴巾擦一下好了 那再來就是 它除了餐廳OK以外 其他我是覺得一般 為什麼 吃完飯回到酒店之後 在洗完澡 熱水不是很熱 結果後來工作人員有來做處理 再來空調不冷 水不熱 外交晚上整個那個空調吹出來 都帶有一點那個抽煙 我們是無煙房嘛 進煙房 但是空調出來都還是有含那個很濃 濃郁的那個煙的味道 我個人不抽煙 而且對煙有點過敏 所以說來這邊你發覺 我事前的影片有在戴口罩 那 住一晚下來 感覺好像是煙燻人肉 就辣人肉那種辣肉的辣 辣人肉的感覺 現在早上八點多趕快弄一弄 吃完早上趕快弄一弄 要繼續退房 本來這邊要住四晚 還好我們買房間是一天一天一天 買了四個晚上 那今天早上睡醒就 內人就趕快把它都取消另外訂別的酒店了 這間酒店可能這輩子就來這麼一次 還基本上因為網路上搜尋 看到它的評價 人家說還排在前幾年的一間酒店 我看算了 只能這樣 這個不會來第二次 就住這麼一次 或許程度我也只來這麼一次啦 那這間酒店我覺得不OK 趕快吧 弄一弄把行李寄到底下 之後要去那個中和移動 還有華碩電腦的維修站 因為我的電腦出了一點問題 出了一點問題 還好內人還有帶電腦 那基本上要剪視頻 也今天早上PO了一個新的視頻 就是整個從高雄飛過來的一個轉機的過程 那後續在這邊有什麼拍的影片 我覺得適當的我就PO上去 我們下次影片見吧